大家好 昨天啊我一个好朋友 叫我帮找20斤田鼠 天呐20斤啊 你以为那么容易找 前几年还可以 现在的话不行了 太难抓了 这个田鼠呢 到处都有人过来抓 有人开面包车 五六个人 有开那个摩托车过来抓 然后现在跑去那个甘蔗地也好 田边也好 到处都是放夹子的那个坑 那个位置 所以现在找田鼠的话 基本要跑几十上百公里外的 去那些地方去找 比较难抓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抓田鼠呢 那个田鼠啊 现在我听到一个可靠的消息 八十元一斤 你看这个够诱惑 以前那个田鼠不贵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抓 那个地里面到处都是老鼠 啊 那么现在价格起来了 这个田鼠啊 现在就少了啊 要不然以前那个老鼠 看着祸害我们农田都没有人去抓 啊 现在倒好呢 现在 有人去抓 为民族害了 那么这个田鼠啊 当然啊 不能杀来卖啊 这些东西 要经过那些 什么去办那种 检疫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否则被抓到的话 会被罚款的啊 那么刚才我在微信里面 看到有一个朋友啊 他去抓了十多鸡的田鼠 那刚好了 我就帮我那个朋友啊 帮他拿回来 OK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田鼠 够不够肥 必须要五两以上 现在挺贵啊 走走走 我们现在去看泥山 八斤二两 八斤 都搞别进来 放了这个袋子 好了 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 现在我叫我朋友过来拿 昨天晚上我们去拿了八斤的田鼠回来 现在还不够数啊 现在是第二天了 然后现在我再过去拿 不知道他们那边抓了多少呢 你看我拿笼子夹子过去 来 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看今天他们做到了 有没有比昨天多 呃 我那个 那个朋友啊 我那个朋友估计是拿回去养啊 还是拿回去干嘛呢 我不知道他了 太多了 现在来到了 太多了 装不回去那么多 哦这样子也 交不回去那么多 时间 没掉 今天灯亮 灯亮就 啊 没有 高跟本 高跟本 ok 现在回去了 回去拿货给他 喵喵喵 喵 这种田鼠啊 那猫都不抓的 那猫抓的话 它是抓那个家鼠 ok 现在回到家了 我赶紧叫我那个朋友过来把它拿回去 要不然等一会洗衣机的话 那就省息产重了 一几几十块钱啊 呃 奇怪了 今天怎么他抓的那么多呢 一个人了 就一个人 今天就抓了 我看我拿回来十一斤 那边还有八九斤 大概就是二十斤这样子 然后按照现在目前这个价格的话 七百元 一天 它抓到七百块钱了 去哪里找七百啊 现在去哪里打工 一天要找七百块钱呢 所以啊 去抓这一种呢 又可以为民族害 又有一笔小收入 当然了 这些田鼠不能吃啊 我们这边的人呢 拿回来就是有一些拿回来养 有一些拿回来就是把它拿杀了给那些宠物吃啊 这样子 啊 这种不可以拿回来吃啊 要想吃这一种的话 估计要像那个杀猪一样 要去经过检疫部门 检疫的机后才能弄 我现在也怕了 啊 呃 不能弄这些东西了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我赶紧叫我那个朋友过来拿这个东西 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